看到國民黨的總統初選參選人郭台銘 今天挺進深藍票倉 來到桃園國旗屋 跟地方人士一起升旗 而黨內的電話民調進入第四天 現在傳出有心人士釋出了電話民調的監聽報告 恐怕導致初選不公 郭台銘是連續兩天把炮口對準黨中央 還點名中常委應該要世代交替 講到氣氛之處更大膽預測 如果韓國瑜當選的話 媒體集團老闆蔡衍明 可能就會當上國民黨主席 國民黨民調進入倒數 郭台銘發言夏猛耀 暗指韓國瑜當選會賣台 如果我們一個市長當了總統 蔡旺旺當了國民黨主席 各位有沒有想過只有這一天 他做黨主席 他直接報告給國台辦 我們這邊國籍 我們最尊敬的國籍 韓可以掛多久 叫韓國瑜離特地媒體遠一點 郭台銘發動內戰 攻的還有黨中央有人疑似洩漏民調 國民黨的中央 中常委不就好好去抓這些東西 對跑來跟我回嘴 叫中常委去揪出是誰釋出民調數字 郭台銘不滿自己總是被說在攻擊黨中央 點名前一天回嗆的中常委 姚江林做太久說應該要世代交替了 我跟國民黨的中央關係已經不太好了 我只要講任何句話 大家就炮打中央 姚江林回我說 說他修改黨章讓我重新回去拿榮譽證書 我要回饋他一句 中常委做了太久了 國民黨發不出薪水來的時候 誰在借他們錢 如果我是失聯黨員 你該跟一個失聯人借錢嗎 連借錢給黨中央的事都扳出來 郭台銘跟黨中央不合 屢屢扶上檯面 15號民調出爐 恐怕藍營內戰也不會停滯 記者葉廷 陳瑞祥 桃園 採訪報導